在蔡英文的定義就是 我向你道歉 可是我向你道歉 我不是到你家去登門 跟你道歉 人家講附近請 所以我到你家道歉 不是 我跟你叫叫來 來 我跟你回這個 而且是我喜歡你 我都跟你道歉 一樣原住民有些人 不准進總統府 你看有人巴奈立刻就抗議了 怎麼可以你要跟人家道歉 還請人家到家裡不准配刀 來 我要跟你們道歉 你們來 我跟你們道歉 不是這樣的 不應該是這樣 初芬 你告訴我們 蔡英文道歉了什麼 好 其實就在昨天 原住民日8月1號這一天 那麼蔡英文總統的是在總統府 那麼向原住民來道歉 那麼他道歉的總共 花了16分鐘的時間 這16分鐘裡頭 他道歉的有10次 但是他在道完歉的時候看到 他包含了 他說要以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文會 他要成立設立這樣一個單位 然後會以國家元首的身分 來擔任召集人 跟各族來代表 共同追求歷史的爭議 但是蔡英文的道歉 雖然他列出了有八大道歉的理由 涵蓋了有法律層面 有民族自覺 有從文化 從歷史來看 但是原住民 他們可以說是 不領情也不買單 看到其實在場外 就很多人抗議了 那麼這個包含了 阿美族的馬耀武道他說了 他們從7月2號從屏東出發 徒步走了750多公里 才到了總統府的 凱達格蘭大道上面 他說我們就是要來跟總統講的 要政治歷史要還我正義 但是總統沒有接近我們 而且被他們擋住了 所以所講的道歉根本就是假的 台灣沒有真相 所有的道歉都是假的 還有剛剛我們所看到的巴奈 巴奈是誰 他就是在蔡英文總統 他就職的時候 在總統府 那麼他就職演說上 那麼領唱美麗島的原住民歌手 他說蔡英文把這個道歉弄得 有點像是辦家家酒 道歉是要有羞恥感 你要來跟我們這裡 來跟我們道歉 怎麼說叫原住民來到了總統府 來到了殖民權力最高的地方 來道歉 而這樣道歉到底有沒有誠心 高金素梅昨天對蔡英文的回應 她是說 你不但要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誠懇的跟原住民道歉 你應該要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去要求日本人 對原住民 對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 道歉賠償 你如果做不到 這個道歉只是優美的遲早 是假的